同样,据中国蓝鞋今天确认,北京金鱼队的李学林荣赢了上赛季总决赛的MVP,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来自宝岛台湾的球员。 上赛季李学林为北京队出战了24场,场均贡献6.7分和3.7次助攻。 季后赛他的作用更加明显了,从半决赛到最后的夺冠,李学林有7场比赛的出场时间超过了40分钟。 与广东队的5场总决赛,李学林场均11分,3.4次助攻,4.6个篮板,堪称全面。 就连马布里都说,如果没有李学林,我不可能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进攻当中去。